今天不养生,明天养一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我在这里等你 萝卜味道清甜,口感脆嫩 并且鲜脆多汁 熟食甘似玉,生剑脆如梨 它的效用其实不亚于人生 所以在民间也一直有着十月萝卜赛人参的说法 萝卜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款蔬菜 营养价值很高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 萝卜胃肝、腥、性凉、入肺、胃、肝以及大肠经 1.白萝卜的营养价值 萝卜中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维生素C和叶酸 进入人体后可洁净血液、降低胆固醇 有利于血管弹性的维持 2.萝卜中还含有介子油、淀粉酶和粗纤维等营养元素 对帮助消化、增强食欲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根据营养学研究表明 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 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达到防癌抗癌的作用 4.萝卜中所富含的B族维生素和钾、铭等矿物质 对降低血糖、预防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疾病 有着很好的作用 2.为什么人们都说冬吃萝卜好处多? 中医认为萝卜胃腥、性微寒 有消食盒中、清热利尿、生精解渴的功效 冬天寒冷又干燥 人们喜欢吃各种补品或火锅 以预寒取暖 高热量的肉类、海鲜摄入比夏天多 积聚在胃肠十分容易燥热 更容易发生胃肠型感冒 这时吃些萝卜有助于消化基石、清洁理热 所以冬吃萝卜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冬天吃萝卜可以散内热、促进消化 冬天天气寒冷 人们常会食用一些热性的食物来进步 然而食用太多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脾胃不和 萝卜偏良性、又清热解毒、促进消化的作用 经常食用有助于消除胃部基石、礼器养胃 还能通便 因此冬天多吃萝卜 对身体大有益处 2.防癌抗癌 如今社会生活中所食用的食物与空气、环境的污染 让人越来越多人容易患上癌症 而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尤其是木质素 有吞噬癌细胞、提高巨噬细胞的活力作用 人们常食用萝卜 有很好的防癌抗癌的作用 3.提高免疫力 萝卜中含有的木质素和大量的酶 可以有效起到酱汁、软化血管、稳定血压等神奇功效 由于富含的其他矿物质 也可以使自身的免疫力提高 冬季预防冻疮、根治冻疮 4.利尿、预防便秘 萝卜中营养丰富 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有利尿的功效 对于治疗泌尿系统结石、含尿不畅等病症 都有很好的作用 萝卜中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素 这种物质能够促进人体的消化吸收 可以优先地促进肠胃蠕动 促进人体排便 对于预防便秘有很好的作用 5.止咳、化痰 萝卜有很好的止咳、化痰功效 尤其是有咳嗽的人 可以用萝卜泡蜂蜜 浸泡一天 然后喝浸泡出来的水 坚持三餐饮用一汤勺 可以起到止咳、化痰的作用 3.白萝卜和它一起炖 抗癌、降三高、预防感冒、来年不怕病 从古代开始就有这样的说法 萝卜上市、郎中下市 可见白萝卜从古到今 都被人们推崇是一种具有保健功效的食品 今天送给大家一道不用油的红烧菜 红烧香菇白萝卜 不用油的红烧菜 是不是心里在想 没有油的红烧菜能吃吗? 红烧香菇白萝卜 材料 白萝卜一根 三、香菇十朵 红烧酱油一汤匙 盐半汤匙 白糖少许 一、把干香菇 先把它泡发 前期多换几次清水 把香菇散盖里的泥沙洗净 二、白萝卜洗净去皮 切成滚刀块待用 块可大可小 三、把白萝卜块和泡好的香菇 连同泡香菇的水 一同倒进电饭煲内淡 也可以用普通的煮锅 四、添加适量盐 不宜过多 再加少许白糖 白糖用来提鲜提味 不宜过多 以不会吃出甜味为宜 五、最后加入一汤匙红烧酱油 没有红烧酱油的话 可以用生抽和老抽代替 六、拌匀后把所有食材放进煮锅 至于火上炖熟即可 功效 抗癌 降三高 一、抗癌 白萝卜含木质素 木质素可提高聚氏细胞吞噬细菌 异物和坏死细胞的功能 从而加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起到抗癌作用 二、降血压 白萝卜可以扩张血管 降低血压 提高身体好胆固醇的含量 三、降血脂 白萝卜膳食纤维、钙、磷、铁、铁、钾、维生素C和液酸的含量较高 白萝卜可软化血管 降低血脂 四、降低血糖 白萝卜能降低血糖 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病人的风险 还能降低胆固醇 五、预防感冒 白萝卜含有大量的有机硫磺化合物 这种化合物有强大的杀菌力 对于有感冒引起的发炎和咳嗽很有疗效的 四、萝卜五种吃法最养人 一、白萝卜加梨 润肺、清热、化痰 梨有润肺良心、消痰去火的功效 跟白萝卜一起榨汁喝 不仅能掩盖白萝卜的辛辣味 还可以让食疗功效加倍 秋冬季脾胃胃不好的人 如果不能喝太凉的果汁 还可以将二者一起煮水喝 二、白萝卜加葱 防止风寒感冒 秋冬季是风寒感冒多发的时节 感染风寒后 人会怕冷、怕风、出汗少 鼻塞流涕、咳嗽有痰 此时应吃些让人发热的食物 把葱段、姜片和白萝卜片一起煮汤 有散寒止咳的功效 这道汤还可预防感冒 三、白萝卜加海带 化痰消肿 预防甲状腺肿大 海带和紫菜含点丰富 白萝卜和海带一起煮汤 有化痰消肿的功效 对预防甲状腺肿大有一定功效 四、白萝卜加羊肉 滋养肝脏不上火 秋冬季吃羊肉可驱散寒冷 温暖腥味 还能补气溢血 滋养肝脏 改善血液循环 五、白萝卜加鲫鱼 温中下气 健脾立湿 白萝卜和鲫鱼煮汤 有温中下气 健脾立湿的功效 这道汤还妙在二白食材上 白萝卜浸在奶白色的鱼汤里 让人看着就很有食欲 五、哪些人不适合吃白萝卜 一、吃中药的人 萝卜也有温洋化和消质的功效 加快中药材的消化吸收和新陈代谢 会影响中药材的滋补功效 二、消化不良人群 消化不良的人 一般会伴有肠胃功能虚弱 需要避免吃白萝卜 白萝卜属于寒性食物 会刺激胃肠道粘膜 吃完白萝卜以后 可能会引起胃肠道负担 容易导致胃部胀气 或者肠道胀气的症状加重 从而使自身的营养物质吸收受到影响 三、腹泻人群 包括胃炎、结肠炎、十二指肠炎 以及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的人群 患病时通常会引起腹泻的症状 白萝卜中的膳食纤维丰富 容易促进肠道蠕动 可能会引起腹泻的症状加重 导致大量的营养流失 影响到自身的健康 四、哮喘病人 萝卜性偏良 不宜这些以阴虚内热为具体表现的咳嗽 自然如果是亚籍性发病期 主要表现为咳嗽、痰多、微黄、致粘时 萝卜还是能够作为辅助应用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不养生 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 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 阿芝 古语说 人到七十 古来兮 但是如今七十多岁的人 比比皆是 八九十的高寿老人也不罕见 如果长寿的同时还能做到健康 那才是特别让人羡慕的 九十一岁的盛瑞玲奶奶 步伐矫健 能五愁 能当模特 精神状态非常好 而且体检也基本正常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 圣瑞玲 竟然说 我在年轻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夸奖过我 没想到年过七旬 才活出了美丽 原来在二十年前 圣奶奶比现在重将近三十斤 还被早期糖尿病找上了门 血压高的时候 也曾达到一百四毫克美声 说到自己前后二十年的大变样 圣奶奶说自己有一套自己的保养秘诀 最关键的是她经常吃一道菜 用白萝卜一起炖 对于预防癌症 降三高 预防感冒有一定作用 一起看下去 一 红烧香菇萝卜功效多 功效 一 白萝卜 预防癌 降三高 一 抗癌 白萝卜含木质素 木质素可提高巨氏细胞吞噬细菌 异物和坏死细胞的功能 从而加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起到抗癌作用 二 降血压 白萝卜可以扩张血管 降低血压 提高身体好胆固醇的含量 三 降血脂 白萝卜膳食纤维 钙 磷 铁 钾 维生素C 和液酸的含量较高 白萝卜可软化血管 降低血脂 四 降低血糖 白萝卜能降低血糖 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病人的风险 还能降低胆固醇 五 预防感冒 白萝卜含有大量的有机硫磺化合物 这种化合物有强大的杀菌力 对于有感冒引起的发炎和咳嗽 很有疗效的 二 香菇提高免疫力 一 提高免疫力 香菇多糖可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还可促进T08细胞的产生 并提高T08细胞的杀伤活性 二 延缓衰老 香菇的水提取物对过氧化氢有清除作用 对体内的过氧化氢有一定的消除作用 三 预防癌症 香菇菌钙部分含有双链结构的核糖核酸 进入人体后会产生具有抗癌作用的干扰素 四 降血压 血脂 香菇中含有飘令 胆碱 烙氨酸 氧化酶 以及某些核酸物质 能起到降血压 降胆固醇 降血脂的作用 又可预防动脉硬化 肝硬化等疾病 白萝卜和香菇一起炖 可以抗癌 降三高 预防感冒等作用 材料 白萝卜一根 香菇十朵 红烧酱油一汤匙 盐半汤匙 白糖少许 做法 一 把干香菇先把它泡发 前期多换几次清水 把香菇散盖里的泥沙洗净 二 白萝卜洗净去皮 切成滚刀块待用 块可大可小 三 把白萝卜块和泡好的香菇 连同泡香菇的水 一同倒进电饭包内袋 也可以用普通的煮锅 注意 泡香菇的水不要丢弃 它含有很多营养物质 也有香菇的香气 四 添加适量盐 不宜过多 再加少许白糖 白糖用来提鲜提味 不宜过多 以不会吃出甜味为宜 五 最后加入一汤匙红烧酱油 没有红烧酱油的话 可以用生抽和老抽代替 六 拌匀后把所有食材放进煮锅 至于火上炖熟即可 这道简单滋补的家常菜 你学会了吗 其实简直是百搭神器 不同的食物与之搭配 会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 都有哪些食物可以与萝卜 进行搭配呢 二 萝卜五种吃法最养人 一 白萝卜加梨 润肺 清热 化痰 把去皮的白萝卜片和不去皮的梨块 置于锅里 加入适量清水和冰糖 炖煮20分钟 取汤饮用即可 萝卜雪梨冰糖水可起到润肺 清热 化痰的作用 梨有润肺良心 消痰去火的功效 跟白萝卜一起煮着喝 不仅能掩盖白萝卜的辛辣味 还可以让食疗功效加倍 冬季脾胃胃不好的人 如果不能喝太凉的果汁 完全可以将二者一起煮水 当日常的饮料喝 二 白萝卜加葱 防止风寒感冒 冬季是风寒感冒多发的时节 感染风寒后 人会怕冷 怕风 出汗少 鼻塞流涕 咳嗽有痰 此时应吃些让人发热的食物 把葱段 姜片和白萝卜片一起煮汤 有散寒止咳的功效 这道汤还可预防感冒 三 白萝卜加海带 化痰消肿 预防甲状腺肿大 海带和紫菜含点丰富 白萝卜和海带一起煮汤 有化痰消肿的功效 对预防甲状腺肿大有一定功效 四 白萝卜加羊肉 滋养肝脏不上火 羊肉洗净切片 用酱油 料酒进入味 萝卜洗净去皮切片 香菜切碎 用油将葱 羊肉炒一下 加入适量清水 加萝卜 中火40分钟 下香菜调味 秋冬季吃羊肉可驱散寒冷 温暖腥味 还能补气溢血 滋养肝脏 改善血液循环 但肉生痰 羊肉吃多了容易上火 如果和有清凉作用的白萝卜一起炖着吃 不仅化痰 卸火 而且还能解油腻 让营养互补 五 白萝卜加鲫鱼 温中下气 健脾立湿 鲫鱼一条处理干净 白萝卜切丝备用 用生姜在锅里涂一下 以防粘锅 然后倒油将鲫鱼煎至两面金黄 鱼煎好后 在锅里加入2000毫升凉水 加入葱和姜煮至沸腾 水出沸时加入萝卜丝 盖上锅盖 中小火慢炖半小时 炖至汤色奶白 加盐即可 鲫鱼和白萝卜一起烹调 不仅可以化痰止咳 开胃消食 消脂瘦身 还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和预防感冒 专家说 圣奶奶健康长寿 与她良好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 医学上认为 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健康长寿中占比60%甚至更多 圣奶奶的哪些习惯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呢? 3. 圣奶奶的养生秘诀 1. 蛋白质要吃够量 蛋白质是维持一个人生命最基本最重要的物质 一旦蛋白质缺乏超过20% 可直接导致死亡 正常情况下 每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 应该为体重乘1.2克的蛋白质 2. 减瘦蛋白吃太多 增加高胆固醇风险 豆芽 花生等富含植物蛋白的食物 却少人问津 专家说 鸡 牛 猪肉虽然蛋白质含量高 但同时也含有胆固醇 比如鸡皮含有大量胆固醇和饱和脂肪 过量食用将大大增加高血脂 高血压 甚至动脉周样硬化风险 所以过多的动物蛋白摄入可能成为减瘦蛋白 3. 这样吃主食会减瘦 1. 四成人吃不够 主食功能不足50% 每人每天碳水化合物供给的热量应该在50%以上 食物功能分为两种 1. 是快速功能的食物 即碳水化合物 2. 是慢速功能 即脂肪 蛋白质等 如果碳水化合物吃不够 能量供应不上去 人就容易犯困 2. 八成人吃错了 精细主食占比过高 有数据显示 中国超过八成的成年居民粗杂粮摄入不足 而柳叶刀上有研究表明 每天全穀物的摄入量每增加食物 冠心病 二型糖尿病 节肢肠癌的总死亡率和发病率 下降2%到19% 从古代开始就有这样的说法 萝卜上食 郎中下食 可见白萝卜从古到今都被人们推崇 是一种具有保健功效的食品 白萝卜能提高人体免疫力 抗癌 还能提供给人体所必须的维生素 经常吃白萝卜还能降三高 防感冒 用最简单的养生方式获得最大的回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不养生 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 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 阿芝 2021年 中国老龄协会 曾经发布认知症老年人 照护服务现状与发展报告 报告中显示 中国60岁以上老年痴呆患者 大约有1500万 并且这个数字还在逐渐增长 预计20年后 中国老年痴呆人数将超过2200万 这一数据无疑是在告诉老人们 老年痴呆的危害迫在眉睫 得了老年痴呆的老人 意识和记忆会被慢慢剥夺 晚年都会生活在迷茫和痛苦之中 因此 60岁以上的老人们 提前对老年痴呆进行预防很重要 其中食补便是第一预防手段 食补补什么 怎么补 卵磷脂是老年痴呆克星 美国一项研究表明 卵磷脂是老年痴呆克星 适当补充可降低老年痴呆风险 美国癌症协会的神经科专家 曾经联合日本东京长寿协会的研究人员 发表过研究论文 其文章内容表示 造成老人老年痴呆的主要原因 在于年龄增长 神经和器官代谢能力减弱 所导致的乙鲜胆碱缺失现象 也就是说 想要预防老年痴呆 提高身体乙鲜胆碱的产出效率 是最有效也最直接的方法 研究人员通过多种食物 以及营养成分的饮食计划对比发现 例如蛋黄、鱼脑、猪肝等食物摄入以后 受试者脑内乙鲜胆碱转化率会有效提高 根据综合分析 这些食物中都共同含有一种物质 那就是卵磷脂 根据进一步研究发现 卵磷脂可以通过改善大脑攻血的方式 让血液中的胆固醇和脂肪颗粒变小 提高脑部供养效率 大脑血氧充足活性提高 由此可见 卵磷脂的摄入 对于老年人预防老年痴呆非常重要 那么应该从什么食物中摄入卵磷脂 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 1.这四种食物卵磷脂含量高 适合老年人 1.鸡蛋 鸡蛋是最适合人类食用的食物之一 它富含胆固醇、蛋白质等丰富的营养物质 鸡蛋蛋白质的氨基酸比例 很适合人体生理需要 异味机体吸收 利用率高达98%以上 鸡蛋可以说是补充卵磷脂最佳的食物选择 物美价廉 而且营养丰富 对于老人来说 经常吃鸡蛋不仅能提供卵磷脂 降低老年痴呆风险 同时能有效补充蛋白质 提高免疫力 对减少疾病、预防癌症 同样能起到不错的作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卵磷脂大多集中在蛋黄里 不要挑食 只吃蛋白不吃蛋黄 因为这起不到有效的补充效果 2. 豆类食物 豆类是自然界最有营养的食物之一 它们富含纤维和蛋白质 是素食者和纯素食者的最佳选择 它们也提供基本的矿物质 如鎂和钾 例如黄豆、黑豆、绿豆等 都含有丰富的卵磷脂 日常食用植物蛋白 同样能起到改善身体 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尤其对于女性来说 补充豆类食物 其中的益黄酮 有着抗氧化的作用 对延缓衰老 保持美丽而言 也能产生不小的助力 多吃豆类食物 还可以预防糖尿病 豆类食物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可以延缓葡萄糖的吸收 降低血糖浓度 三、山药 山药是少数含有卵磷脂的蔬菜 不仅如此 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 山药补中益气 健脾开胃 对于年龄增长 而身体阳气不足 消化能力差的老人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滋补食品 此外 山药对糖尿病 有较好的预防作用 对抵抗肾上腺素 和葡萄糖 引起的血糖升高 有一定的作用 山药可微汤 也可炒食 四、海鱼类食物 俗话说 地上跑的不如天上飞的 天上飞的不如水里游的 鱼类食物 一直都是营养丰富的代表 除了富含卵磷脂 能够帮助老人 降低老年痴呆风险 还含有钙、磷、铁 等多种微量元素 但是维持营养均衡方面 作用便十分显著 不仅如此 鱼肉的脂肪含量少 鱼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降低胆固醇含量 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病率 对于存在高血脂 高血糖的老人而言 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在鱼的种类选择上 则推荐老人食用海鱼 一方面 海鱼几乎没有刺 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 吃起来安全性很高 另一方面 海鱼富含高DHA 同样是对大脑有益的滋补营养素 有利于大脑发育 DHA其存在于人体大脑 视网膜和神经系统中 鱼中的DHA可以促进大脑和视觉发育 是生长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素 进一步降低老年痴呆风险 冬吃萝卜下吃浆 冬天到了 又是吃萝卜的好时节 但是大家不知道 萝卜和鱼搭配在一起 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分享一道 萝卜鱼丸汤的做法 白萝卜含介紫油、淀粉酶和粗纤维 具有促进消化、增强食欲 加快胃肠蠕动和止咳化痰的作用 鱼肉脂肪含量少、蛋白质高 还容易被人体吸收 可有效防止心脏病的发生 强健大脑 小孩子吃能见脑补钙 白萝卜鱼丸汤原料 蛋清、龙利鱼、白萝卜、盐、淀粉 食用油、葱姜水 做法 一、龙利鱼切小块 白萝卜切丝 二、起锅烧水 水开后放入白萝卜丝 焯水三分钟捞出 这样可以减轻白萝卜本身的腊味 三、在破壁机中倒入龙利鱼、盐、蛋清、淀粉和葱姜水 搅打成泥 倒在碗里 用筷子快速搅打龙利鱼泥至起劲 四、用虎口挤出鱼丸 放入冷水锅中 小火煮至鱼丸颜色发白 浮起 然后过凉水 五、起锅烧一锅水 水开后倒入白萝卜、鱼丸和食用油 大火煮三分钟至完全熟透 可以放一些盐和鸡精基础调味即可出锅 综上所述 这四种常见的食物 其实都是卵磷脂的不错来源 并且有着更多的营养价值 适合老人进行食用 在日常饮食过程中尽可能的尝试 除了食补以外 预防老年痴呆 也可以依靠行为和作息进行 老年人同样可以适当了解 二、遵循一多一少 老年痴呆预防效果更好 一、一多、多动脑 年龄增长、大脑退化 神经会运转的相对质色 对于老人来说 尝试着多动脑 能够加速大脑血液循环 提高神经系统效率 从而起到锻炼大脑的效果 比如平时看看书 养成某些兴趣爱好等 都是健康异形的动脑方式 二、一少 少吃甜食 根据研究表明 摄入过量甜食会导致神经系统炎症的风险提高 导致神经元传导效率降低 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 不仅如此 过量甜食容易导致血糖超标 增加血管炎症几率 一旦脑血管出现炎症 血液循环容积减少 同样对大脑健康不利 例如蛋糕、可乐等食物 老年人一定要少吃 对于老年人来说 预防老年痴呆需要重视 保证充足卵磷脂的摄入 以食补的方式为基础 改善脑部健康状况 降低疾病风险 除此之外 日常生活的作息、习惯等 也与大脑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尽量避免走上老年痴呆这条不归路 总之 我们应该提高对老年痴呆的重视 作为子女要多关心年老的父母 多陪伴他们 而老人自己 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赞 谢谢观赞 谢谢记者 sket kke你多付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